新聞一開始要來看到一些外電方面的消息了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這一回撤軍阿富汗 因為撤的讓大家覺得太急了 而他現在也已經承認 說他其實沒有預期到塔利班的進攻 會這麼樣的迅速 就能夠拿下克布爾 但是在他這一次的公開演講當中 他是認為自己沒有錯 願意承擔所有責任 他怎麼講呢 他說阿富汗的部隊 不願意為自己而戰 那麼美軍當然就更沒有理由繼續戰下去 他提出了20年來 美國在這邊投入了多少的人力財力物力 所以現在如果阿富汗不願意 為自己的權力來奮戰的話 他覺得美國基於他們自己的國家利益 當然也沒有理由繼續為阿富汗而戰 但是這一次的撤軍大家看到了 所有的阿富汗人民向外竄逃逃難這樣的情景 很多人看的真的是揪心 也讓大家對於美國承諾開始提出質疑 特別有很多的外國媒體提出 在亞洲這邊的一些盟友也提到了台灣 會不會對於跟美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承諾 有一些些的頓得 因為認為美國可能不再是一個靠山 那在對此美國的國安顧問蘇利文 他就予以駁斥了 他的講法是說美國為阿富汗流血流淚20年 阿富汗跟台灣情況完全不一樣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一如既往的堅實 蘇利文說美國相信自己對於盟友夥伴的承諾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而且一向是如此 同時蘇利文也說 我們相信自己對於台灣對以色列的承諾 是一如既往的堅持 但是大家國際間對於塔利班 確實是有一些些的疑慮 但是對於美國這樣子的一個撤退 在盟友之間他們很多人也都有所批評 包括了在英國 英國這邊他們其實也認為 這一次的這個撤退真是不夠嚴謹 而同一時間其實當時在阿富汗的 不只有美國而已 還有所謂的北約組織 他這些歐洲的好朋友 像是這一位德國總理梅克爾 他就證實了 他說自己確實是錯估了情勢 但是他也不願見到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重演 但是在亞洲這邊不同的看法 來看到的是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他在昨天是跟美國的國務卿 布林肯直接來通話 是布林肯找王毅說 我們之間是不是大國之間來談一談 現在的阿富汗情勢 那王毅的說法是說 就大陸的立場一如既往 他們尊重的是阿富汗主權獨立 阿富汗的問題阿人來自己解決 但是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他則說自己看到了阿富汗淪陷的景象 在記者會上頭直接反問美國 說你美國贏了嗎 你給阿富汗的人民帶來和平了嗎 美國以反恐名義發動阿富汗戰爭 但是美國贏了嗎 我們看到二十年來 在阿富汗的恐怖組織 從各位數增長到了二十多個 美國給阿富汗人民帶去了和平嗎 我們看到二十年來 十多萬阿富汗平民在美軍及其盟友的槍炮下傷亡 一千多萬人流離失所 阿富汗戰爭平均每天造成六千萬美元的損失 嚴重的拖累了阿富汗的經濟社會發展 而美軍也付出了兩千四百多名軍人死亡 和超過兩萬億美元的代價 我注意到拜登總統講 美國在阿富汗的目標不是重建 這倒也是句實話 因為無論是在伊拉克 敘利亞還是阿富汗 我們看到美軍所到之處留下的都是 動盪 分裂 家破人亡 留下了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美國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壞 不是建設 好 國際間其實有六十幾個國家 包括了西方還有歐洲等等亞洲部分國家 他們都對於現在已經掌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發出了警告以及發出了聲明 希望他們能夠一如既往的 不要像是以前二十年前的塔利班這樣子 雖然說塔利班他們自己也已經先向西方來喊話 說他們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跟以前塔利班沒有一樣 來看到昨天是有塔利班政權的這個發言人 他們直接打電話進了BBC 直接打給藏地的女主播跟他講說 他們希望能夠對西方發聲 他們承諾也不會對親美人士來報復 同時也表示說現在塔利班 跟二十年前19年代的塔利班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現在也與時俱進了 可是同一時間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對於塔利班 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懷疑說他們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嗎 來看到這一位 這一位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叫做馬拉拉 馬拉拉當年大家認識她的時候 她才十幾歲而已 是一位青少女 現在也已經是一個大學生 畢業的大學生了 而她曾經是獲得了諾貝爾的和平獎 本身是巴基斯坦人 當時她為什麼有辦法拿到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原因是因為她在青少女的時期的時候 她就站出來為巴基斯坦的婦女 還有女童安全來呼籲獲得了全球的矚目 而現在在法新社他們就報導了 說馬拉拉她看這一次的阿富汗事件 她認為美國總統拜登還有很多沒有做到的事情 她認為現在國際社會必須要大膽行動 保護阿富汗的人民 甚至也講說她已經試圖聯繫了好幾位的國際領袖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行動 因為她覺得這是一場緊急的人道危機 大家必須要提供協助還有提供支持 其實馬拉拉會在國際間聞名很多人 但是對於當年的這場襲擊 而對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為她大概在11歲左右 就開始的在網絡上頭寫部落格 描述的就是她在巴基斯坦的時候 跟塔利班之間的交手 應該要這樣講 巴塔跟阿塔雖然不是同樣的塔利班 而她在面對的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可是那個時候她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統治之下的生活 也同樣的讓她意識到女生有受教權受到限制 甚至在女生的人群的部分受到限制 種種的迫害等等 因為在網絡上持續的寫這一系列的文章 而成了塔利班的眼中釘 甚至在她上學途中 她所搭乘的校車被塔利班分子槍擊 之後她被送到了英國來治療 然後就定居在當地了 現在雖然說她走過了這一路 那國際社會也都認識了她 但是她也希望藉由她在國際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聲量 來呼籲大家必須要擔心 現在在阿富汗婦女的安危 希望全球的領導人都能夠在這一次 意識到這件事情 同時採取行動 出現後 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